無線處境劇愛回家之開心速遞成為劇集長年收視之冠 劇裏多對CP都甚受歡迎 當中包括呂惠儀、張景淳的公水戀 以及林淑敏許家傑的連輝戀 據知無線將會安排於10月27日起 一連三日播映兩對戀人的大分器 而公水檔亦都安排了一連串英湖沒洞 不單在巴士站登箱車身廣告 見到呂惠儀和張景淳的蹤影 他們兩個更加登上大型廣告牌 公水檔的應援方式絕對不給MIRROR輸視 不過由於這幾集戲高層相當重視 寄望可以再力積更高的收視 所以拍攝時劇組都比平時更加提高警覺 奈何有指劇組有人經常遲到 工作懶散以及僱住食物 當中兩大遲到王更加矛頭直指張景淳 以及大小姐林淑敏 兩個禮拜前高層珍麗珍 更加親自跑到錄影廠掃場 據知當時在錄影廠的 正正只有呂惠儀和張景淳 他們兩個職場被珍姐訓話 全廠客震 而呂惠儀被問到珍姐落廠 以及拍檔張景淳 是否遲到王一時時 她沒有正面回應 只是說大家都很認真完成每場戲 熱血和士氣從來沒有減少過 希望可以給喜愛這套劇的朋友 輕鬆快樂半小時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他們 至於張景淳 就沒有正面回應給珍姐訓事一時 只是說多謝粉絲支持 而現在忙於拍攝新劇 《42章經》的周家樂 雖然讚變愛劇大家庭幾個月 但她之前都有為公水分宴長口拍攝 家樂受訪時坦然很掛念大家 亦不諱然地說有聽過珍姐落廠 但因為甚麼事她不清楚 她又說有時一日拍十幾場戲 有酒站位吃下東西都很正常 而她在劇組時 就沒有聽聞過張景淳和林淑敏經常遲到 覺得珍姐落廠可能只是想提升士氣 雖然被人說 但公水呂惠儀和張景淳拍拖兩年 經歷高低 兩個亦成功入屋 入為今年台慶頒獎禮 最受歡迎電視拍檔 對於影迷為她們出力應援 呂惠儀都說覺得很溫溫很sweet